台中醫名葉小姐 日前到台灣大道一段 一處中醫診所針灸 沒想到回家要換衣服時 發現怎麼還有針 插在大腿的側邊 他手當時根本不敢亂拔 馬上傳訊息詢問當事診所 因為他沒有辦法移動 對方竟然要他自己拔出來 他們說會請醫生聯絡給我 然後也是只有教我取針而已 然後也沒有什麼道歉跟關心吧 任由醫生這個局部有多嚴重 就差幾根 他們沒有數 然後拔針的助理也沒有數 超長一根針插在大腿 當下他整個嚇傻 事後腿上還有瘀青 直呼不敢再去中醫 只能請洗衣治療 對此遭指控的診所表示 目前還在了解中 截稿前沒有詳細回應 衛生局則說根據醫療法 要是有醫療疏失 診所就必須負起賠償責任 不過針灸真沒有拔完 醫師不知情嗎 有其他的專業總醫師 請自示範正確的 他才能流程 那施針完之後呢 我會在我們的這個 計針單上面 那在各個部位 那紀錄 每個部位所施針的針數 醫師施針時在哪個部位 施了幾針都會記錄下來 是為了要讓護理師 取針的時候可以清點 所以每一位病患都會被 有一個專用板做記錄 時間到取針的時候 就會根據記錄 仔細把針拔出來 醫師也提醒患者 不要自行拔針 因為可能會留下傷口 還是要交由專業人士操作 比較妥當 TVBS新聞來從 從醫療反應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